巫统前总秘书丹西安努亚莫沙选择伊斯兰党 作为下一个政治舞台的消息传了多时 今天终于有了具体的眉目 被巫统开除将近半年之后 安努亚本人亲自承认 上个月已经正式递交申请要加入伊斯兰党 安努亚今天在首都出席开斋庆典后坦言 在麦加朝圣期间 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加入伊党 并且将带着上千名巫统区部和支部的 前地方领导层一起加入月亮大家庭 不过他并没有透露这群草耕领袖的身份 伊党总秘书拿杜斯里达基尤丁前天指出 估计这个月底就会公布巫统前领袖入党的消息 谈党总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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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